嗨,大家好,我是老粗,那么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养水母了,所以说呢,最近我又燃起了这个养水母的心啊,就是从这个月光水母家买了一个新款的一个水母缸啊,然后正好看一下这个缸怎么样吧,我先把它给拆开来啊,包裹是非常的大啊 拿出来啊,啊,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小的一个缸啊,呃,我们把它拆开来,然后把它洗一下,看一下这个缸到底是怎么样子啊,这种缸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过,好,我们先带来看一下这个缸的里面的一个构色啊,好,我们开开它的盖子,啊,这里是有很多电线啊,电线我们把它先抽出来, 两根线,就这这这这这,哎,它这怎么绕的,哎?哦,这个是灯,来看一下,我们把它这个线线绕出来,哦哦,这样绕,哦,咳咳,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啊,那么水母缸的灯的话,其实这样的灯的构造,我是没有没有见过啊,因为它这边12345678999,一共 是有18个小灯 因为它是双边的一个缸 啊 待会我们后面再说 看一下里面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最关心的一个构造的问题啊 把这个指尖拿开 哎 啊啊这个没有用的东西啊 看一下里面啊 这个是一个呃 氏菌球吧 氏菌球 然后这个是应该是那个水泵 哎呀出来了啊 水泵的一个电源插座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啊很一个很重的那个浇水的味道啊 这是个滤棉啊 滤棉 ok 然后是遥控器 遥控器比较小巧的一个 遥控器 我刚说早饭 然后这个应该是遥控器连接的一个东西来跟芡 加上一个合格 合格证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构造啊 首先我们看到他这边是左右两个那说明什么这个钢是可以养两种学母啊没有错 市面上大多数的钢他基本上只能养一种学母相信你们都知道 然后他应该是把这两边啊把它给隔开来了 然后呢可以实现这边比如说你养大西洋这边你或者养海月吃月都是可以的 然后构造的话这边的两个雨林喷管啊雨林喷管 这边也是一个雨林喷管加上这个小水泵 他的设计啊 他是把这边一个水泵的设计把它分成两路这边中间隔开了你看到吗 这边是一个分岔口像个剪刀一样像个U啊一个U型的一个过滤啊看一下啊比较透明啊 啊对吧然后呢他的喷水应该是从这边有很多小洞啊这边很多洞那么从你来说这里也有很多洞 他就是这里喷水出来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过滤的一个系统哦 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因为像我比较想想多种学母的话或者是说你投石嘛你这边大西洋对吧大西洋那么吃海月比较好 你可以这边放海月学母好吧 这里是一个过滤区啊我说了我看看他这边是不是通透的啊我们把手伸下去看一下 哦好像是通的哦不对他这边是封死的那么其实这块区域的话后期有可能会养些小虾小蟹啊什么的 因为放绿棉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好吧那现在我就把这缸去清洗一下把它安装好之后加水开灯看一下最终效果吧 然后加水的时候说个事情啊要你们如果加水的话一定要记得这个两边的水要比较均匀一些啊 因为我前面翻车你看我加水的时候他突然就这样子了我差点以为他要翻了好吧我把水加满啊 现在先 单手加水行吗啊算了单手加水怕翻车 好了我现在把这个水也是装好了啊水母钢新造的话呢一定要先洗一下钢然后他的一个整个的造流也是比较舒缓的那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器来打开新世界吧 三二一开哎 然后我发现啊这个钢他的一个灯非常的微妙看到他这边是一个蓝色的灯然后这边的话就变成紫色 那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遥控器可以两边都控制颜色啊我们先试一下把这边调紫色行不行 哎哎 好这边按了就没反应那这边按的话会变色我们调成红色啊我知道他的设计应该就是说如果你按一个按键的话呢会变成你看特定的两个两个颜色一个是紫色一个是蓝色这样的话颜色方面的搭配上不会太单调 他还有一个flash模式啊看一下会像在蹦地一样 哈哈哈哈是吧好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钢目前的配置啊 首先他因为是这个双圈嘛然后在右边的话我打算是啊在这边的话我是放了一块活石然后呢这个活石下面藏了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玩意啊哎 你看到吗哎这个玩意叫做荔枝鹰啊因为他很凶所以说而且说非常的因为他很凶然后他非常的耐耐操所以说呢他比较适合于去闯钢啊 然后所以这个钢这一圈的话就是一块活石加这条鱼然后另外再放什么东西的话我还没有想好啊所以说等我后期再想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左边左边的话就是啊非常喜欢的一个巴布亚萧水母 他目前的话这个状态还算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的话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缓过来如果说缓不过来的话就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刚到家的话所以有可能去考虑一下喂食吧好吧我正好给你们看一下他喂食吧呃暂时来说这个钢 你别看他只有13升啊其实他还是蛮大了这个巴布亚大概有这个三公分四公分大了啊 好吧就是放三个进去基本上是没有看出来什么东西的啊 然后我们喂点风天虾看一下如果说风天虾下去的话他会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水流和一个补食的情况 好我现在是扔了一点点风天虾进去啊可以看到他马上就出来了啊看到吗啊 看一下对吧他马上就跑出来就是来吃这个风天虾了非常的好玩啊 因为这个荔枝鹰的话他也是肉食性的嘛他现在非常值得哎我操终于给食物吃了这样子啊 嗯就仔细看一下等一下这个水母啊会怎么样包括说他后面这个呃等白天拍吧因为现在是晚上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这个水母的一个抓捕食物的一个情况啊现在的话水流应该还可以 然后我看见他们的这个触手上面好像已经有粘了一些风天虾上去了好像对 然后不明显粘了一点点上去所以我也不敢放多啊 因为水母刚到家的话是需要这个缓冲一下的水流的话也是比较适中啊观察一下 哎抓住了你看到吗就是红红的一些东西就是抓住了可以可以可以啊 他的话也有了吃好吧 好吧然后这个缸呢暂时来说目前我还是觉得这个缸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一个缺点啊 然后我准备就静养几天来进行一个正常的位置 来再过一周来看一下这缸到底说有没有什么缺点来再给你们更新一下 今天早上是到了三条鱼啊也是准备放到那个雪姆缸里面去啊 状态现在还可以啊你看对吧就没有什么哎呦哎哈哈 因为现在的话颜色会有一些淡这条比较害怕 然后我比较喜欢是这条啊这个叫做双色草莓 因为他那个颜色是两个颜色吗哎呦 你看 这条35块钱吗还比较便宜啊好吧 我们把它过了水然后放到我那个水母缸里面去看一下 缸的一个实际效果肯定会非常好看哎这小小鱼是在吃东西吗 我们把它放进去 好的现在这个鱼我是放进去了然后看到 他们现在的呼吸的话是比较急促的 因为可能是刚进刚的关系啊 呃然后这边等会去换一下水吧水里面有些 这个原来这块石头上这个带的这个垃圾啊 我看到这条小鱼还可以啊 然后这条双色草莓的话也是很这个惊恐的待在这个左边啊 相信过好时间的话呢他们就会恢复 然后在这个缸里面比较开心的去游了 呃我们我们看一下哎你看 他们俩好像这个官司比较好啊 就现在好像还看不出这个公母吧 啊我们就再等会时间吧到晚上看一下他们的情况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小丑的情况哦 小丑是已经啊比较适应了这个环境啊 然后后面这个双色草莓的话呢也是哎 刚想说他他进去了也是比较适应这个地方啊 那这样想说呃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配对吧 自我发现说没有发现太大太大的问题啊 就是你要这样说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他的一个清理的一个过滤草 会比较的麻烦一些些 因为他的清理草会比较小一些吧 按其他的话呢其实还可以吧啊 还是比较推荐你们去购买的 如果说真心是喜欢养水母的话 那么价格的话我再说呗啊 到手只600块钱左右的样子就可以拿到手了 还是比较划算的一个价格 好吧那视频就先到这边了 后续的话呢会更新一下这缸另外的情况 哎这个草莓他出来了啊 那我们就下次见大家拜拜